哇 各位好 这里是有品有趣有东东的脱口秀节目又来了 我是主持人东东游志东 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聊一点仙界的事 正所谓河北有座奶奶庙 你的心思他知道 神仙会翠帮你忙 任何事情都能照 在河北一县的奶奶庙 从上周开始火遍全网 据说里面的神仙 手拉手可以绕地球三圈 除了各式的转运奶奶神 消灾奶奶神之外 还有什么官神 学神 拿着方向盘的车神 以及海内外唯一座女才神 等等等等 哎呀 作为一个平台 让各路神仙齐聚一堂 各种信徒败有所败 简直是宗教界的互联网家呀 不知道他是如何让这些神仙停泊于此的呢 他们很聪明的 根据现实的一些需要 做了对宗教重要大胆的改革 你看这个官神车神学神 这东西 这东西以前 以前基本上没有 所以你看这个 缺那个神仙 咱们就随便建一个 这么随意啊 缺什么造什么 那看来我也得造个神了 大家好 我是爱神东比特 专门为你解决爱情道路上的疑难杂症 是你弹情双爱风花雪月吊丝逆袭的最佳选择 丘比特办不了的我能 月老管不了的我行 收费合理同所无期 欢迎来拜 有什么诉求 说吧 我我我我 东比特 东比特 我 我最近喜欢上了我的女神 可是我又穷又胖 我该怎么样才能追到她呢 哎呀 大概40块钱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才40块 这么多年 20块钱香火钱 还要20块钱 买个安眠药回去好好睡觉 不要做梦 还有什么诉求 东比特 我是一个富二代 好多女神喜欢我 可能是因为我在北京二环 有十几套房的原因 你说我该怎么对待她们呢 这 您是让我敞开怀抱 广泛接纳吗 我是想问说 你喜欢男的吗 东比特 我也有问题要问你 我感觉我老公好像出轨了 他的种种蛛丝马迹 告诉他外面有别的女人了 我们现在已经走到了离婚的边缘 我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你老公是姓王吗 你怎么知道 昨天 有个王先生来找我 给了我50块钱 让我帮他和他老婆离婚 你们俩会不会离婚 就看你的诚意了 不会理的 这世界变化快 如果说过去的神仙 都是共享神仙的话 奶奶庙的神仙就是 个性化 定制神仙 不过呢 这神也不是随便能造的 得交钱的 奶奶庙是由山下的码头村经营的 属于个人承包制 150万可以承包一个庙 看来造个神仙也是不便宜啊 不过据了解呢 这个投资的回报率是非常高的 具体一个庙能赚多少钱 我没查到 但是据说呢 整个寺庙半个月就能有 4000万的流水 中国果然 人多啊 不过呢 也可以理解 你想想 网上一条紧理 莫名其妙都能吸引那么多的转发 这边搞出个专业性 对口性的神 难道会缺朝圣者吗 而且本来很多人去庙里 拜神拜佛 也从来不管里面到底是什么神 反正只要是神 拜了总没错 因为我们的信仰呢 总是与时俱进的 李宇棠就曾经说过 中国人得意识信儒教 诗意识信道教乎教 而在教育与自己相悖时 中国人会说 人定胜天 所以中国人的信仰危机就在于 经常改变信仰 的确啊 过去我们信土地爷 信财神 信观音 后来信伟大领袖 再后来信春歌 现在还有人信王剑林 信马云 也没出什么问题嘛 所以在我看来 大家也不用嘲笑这个奶奶庙 虽然他看起来有点破败 有点恶搞 但是在当地人看来 神也许就是这样 宁可信其有 我拜拜 只求心安和寄托 又能怎么样呢 好了 说完了朝拜神仙 我们接下来说一说 另一种形式的朝拜 这种朝拜 朝拜的不是某个人 也不是某个神 而是某个地方 就像虔诚之人 必须去一次西藏 文艺青年 必须去一次丽江一样 学生朋友 暑假必去的一个地方 就是名校 每逢暑假 以清华北大为首的各名校 就会迎来五湖四海 望子成龙的父母 和他们一脸懵逼的孩子 有人统计过 在现流的情况下 2016年暑假 清华大学的参观人数 还是达到了21万 哎呀 想当年啊 我也是名校 游览大军中的一员 当时我还很纠结 清华和北大 到底要上哪一个呢 后来 我就不接着往下说了 不过那一次逛名校的经历 也给了我很多收获 毕竟以后 跟别人吹牛的时候 就可以说 我曾经也是从 清华北大里走出来的 大人带孩子逛名校 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心理呢 大概是觉得 看了名校 孩子就能好好念书 孩子好好念书以后 就能来这儿读书 来这儿读书以后 就能找个好工作 找了好工作 就能赚很多很多钱 然后就能再带着 他的孩子来参观名校 我粗略估算了一下 几十万人参观清华 清华每年录取不到3000人 这个概率算下来 买彩票出人头地的概率 还大一点呢 另外随着逛名校的火爆升温 很多问题也就来了 比如说名校黄牛 来来来 走过路过 不要错过 自己来名校需要600分 我带你来名校 只要100块 不用排队 马上进门 现在还可以拼两个人 除了黄牛之外 众多游客带来的校园垃圾 以及人来人往 对在校生的影响 也让很多校内人 是叫苦不迭 你看你看 那个就是清华的学生 你看那个人眼睛那么厚 一定经常看书 你要向人家学习 听起来有一种 在逛动物园的感觉 当然我也不是让大家 不要去逛名校 只是在逛的时候 请注意文明一点 而且不要觉得 逛了这些学校 就能刺激孩子 来到名校 主要是让他感受一下 名校的文化和精神 实在如果你想激励孩子 还不如让他看新闻联播呢 毕竟能上新闻联播的人 比能上名校的人 还是牛多了 好的以上就是本期的又来了 欢迎关注我们节目的官方微博 又来了兔友秀 以及我的个人微博 游志东安森林 你还可以扫描我旁边 这个巨大5比达2维码 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另外还可以通过 凤凰新闻客户端 凤凰视频客户端 以及一点资讯 订阅又来了节目专区 实时掌握节目的更新动态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给大家看